大家好,欢迎又回来收看我的影片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 每一天都在等着他的开幕仪式到底有多壮观 他的闭幕仪式到底有多么的好看 这一次Olympic Paris 2024年 真是为大家带来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 因为呢,第一,开幕仪式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展现了那些 equality的表现 LGBTQ什么都有 用了耶稣的Last Supper的concept来展现他们的art 第二点,女性代表拳击比赛呢,又闹得满城风雨 关系到说,她是一个女性 然后又有男性荷尔蒙之类非常非常的混乱 然后最值得一提的呢,就是break dance debut 此人呢,是代表Australia的一位女性 原名叫Rachel Gunn,简称Ray Gunn 那么是她自己说的啦 她呢,是Australia的break dancer 然后呢,在比赛上呢,全程拿满了0分 竟然想不到说对于一个外人来讲呢 这一种比赛呢,这一种表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强人意 这一种表演的表演 而且呢,比赛拿0分过后呢,在Australia呢,又闹得满城风雨 这一边在那边批评,那一边又在那边批评,我们来看看一下 这一些呢,是我在网上找到他们国家的一些电视台访问 然后在当中呢,她又讲说哦,她的表演非常的特别 她要展现出她自己的一个风格 什么风格?你带来了什么风格?你看一下这些专业的比赛 你看一下这些专业的表演 而且呢,她还是其中一间大学的教授 有什么好解释?大学的教授代表Australia去Paris 参加break dance比赛 比了整个0分回来 然后不如你们Australia committee去派别人去比赛 不是会更好吗?为什么会选到了 这一个教授?然后呢,of course Hong Xia呢,就这边吹来吹去 讲说呢,她的老公呢,是从Australia Olympic Committee啦 选她啦,她要拿到一个 free trip去Paris那边 然后呢,人家呢,就开始质疑 Australia Olympic Community的这些 选法,你们到底是怎么选 你们为什么会拍这样的一个人去比赛 比赛完呢,输了 不用紧,不过问题是 当人家在访问她的时候呢,她还讲说 I give it my all, I give it my best 如果你看她的电视台访问的话呢 讲到一头道理 讲到她好像非常知道说自己在做什么 对,你是一个 你读theory,你什么都懂 不过当我们讲说technical的时候 你在那边表演的时候呢 你竟然发挥不到 根本就是两回事 你聪明在读书 并不代表说你能展现出来你的技巧 然后呢,人家就可能看到一半就会问说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想讲的就是 这是其中一个example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九韵嘛 九韵其实代表了很多东西 九韵的其中一点呢 就是很混乱 因为它还代表了非常多东西 而且我们不谈其他方面的 我们谈说九韵带来的 不安、不稳定、混乱 所以每个人呢 现在在这20年的九韵呢 就变成了 如果我们在社交软体 全部都是为了出名 随随便便做一件愚蠢的事情 God viral viral了过后 然后就这样出名 出名了一阵子 然后就这样安静掉 九韵代表了竞争 九韵代表了非常非常一个不稳定的局面 甚至达到了一个地步 不要脸 不要脸了过后还不用紧哦 因为每个人都好像没有了智慧这样 yes 不输你聪明是你聪明 不过呢 并不代表说你有智慧 既然说如果我们拿着一个Rachel Gunn来当作example的话 比赛输了 还理所当然的 在那边解释说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还有的解释 输了你就输了 所以在九韵里面呢 知识寻找资料 已经不重要了 人家就是看一个短片 或者是一些新闻 就是看那一段 然后放在网上在那边炒 不过呢当我们看完过后呢 我们必须要客观的分析一下我们做自己的research 其实里面还有什么存在的一些资讯 我们没有获得的 因为呢大多数的新闻现在就是要viral 所以呢在九韵方面呢 我还是劝大家那一句话 做自己的research 我们必须非常的客观去分析一件事情 而不是盲目的看到过后就在网上攻击 攻击了也没有意识 你也没有赚到任何的钱 浪费你的时间 吸收了这些negative的vibe 身为观众呢 我们必须还是要非常非常的理智 非常非常的去分析一件事情 关于Rachel干呢 我也没有什么好谈 不过关于他的performance呢 没法救话 真的是没法救话 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输 而是他解释说做得最好了 你去中国那边看一下啦 人家的一个小孩子trainer在那边 酷还就是依然在那边 却你呢不是做到你的最好 你只是可能真的是好像一些大学教授啊 拿到grant啊 要去旅行旅行一下子 就是那么一回事吧了 所以呢在酒印方面呢 我还是 劝大家那一句话安分守己 做好自己 尤其是我们国家 一个小小的马来西亚 三大种族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文化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要保持一个和睦相处的situation呢 就会变得更加的艰难 不过如果大家和睦得越好的话呢 我们会展现给其他国家人看说 你们一个国家 一两个种族都会闹到非常的乱 我们这一边呢 还没有加沙巴沙拉瓦那一边 我们还是依然的可以和平的和睦相处 展现给大家知道说 我们马来西亚到底有多强 而不是为了一点小事 为了一些政治家的表言 闹得我们的种族分裂 非常非常的不值得 所以呢我还是要劝大家那一句话 大家还是和睦相处 对别人友善 在这酒瑜里面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